这次我们讲一下肌肉失衡模式的第二讲 我们具体来讲一下肌肉失衡模式有哪些 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失衡模式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肌张力维持的因素有哪两方面 第一个肌肉本身软组织的粘弹性 调指肌肉可收缩结构可收缩成分的激活成分 一个肌肉积张力增加了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 我们分别来分析这两个 如果是前者软组织粘弹性和什么有关 和肌肉的衣服内衣和外衣有关 也就是筋膜 如果肌肉的粘弹性发生改变了 可能是筋膜也可能是肌肉本身的组织粘弹性发生改变 导致的结果是静态状态下变短 所以前者如果出现问题 导致的高张力 它的表现是肌肉变短而出现肌肉的紧张 这时候会出现僵硬失去柔韧以后伸展性 那原因可能是什么 收缩肌纤维的变短 可能是参与收缩肌纤维变短 就是说肌肉出问题可能是肌就是肌纤维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肌肉的衣服 我刚才说的就是深筋膜 包括外边包括里面的筋膜 这是节地组织软缩走到的 所以一个肌肉本身出现软组织粘弹性的改变 可能是肉本身也有可能是肉外边的衣服 当然这个筋膜它既有里面的有外边 所以这是肌脏力增加的一个因素 那么第二个是收缩能力发生改变 就是这个肌肉可能是它这个电信号里面的这些问题 而导致收缩能力增加肌脏力增加 可以影响大多数肌脏 比如这个肌肉整体上收缩能力增加了肌脏力增加 那么有时候也会仅仅影响到这个肌肉里面的一部分肌脏力增加 这时候导致结果是什么 比如出发点或者摸到一些硬结 而这个收缩能力的增加 才是真正意义上这个肌肉收缩 收缩性的增强 比如举一个例子 精卵性的斜径 有些小孩出生以后 歪薄精卵性的斜径 那这个时候就是收缩能力的增加 可能甚至这个还跟神经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如果说肌肉本身的话 可能是它的电信号 它里面的收缩能力的增加 那么具体来说一下肌肉失衡的模式 那肌肉失衡 其实是肌体对肌脏力增加的一个整体反应 而非单块肌肉的个别行为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肌肉失衡就是由于某些肌肉 肌脏力增加做到的 所以你看我们知道肌肉失衡是包括两个 一个是肌脏力增加 一个是肌肉 一部分肌肉减弱 那么它的最关键因素是肌脏力增加 所以肌肉的失衡就是肌脏力增加而产生的一个整体反应 那么肌脏力增加和肌肉 另一些肌肉薄弱它有什么关系 有一个交互意志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还有一个交互意志 比如区宽肌紧紧张了 乏意志紧张 那后方的臀大肌就会薄弱 所以它薄弱的原因就是由于 趋宽肌 肌张力增加 再有肌肉的无力 痙攣 并不是随机的 它遵循典型的肌力失衡模式 或者肌肉失衡模式 那这个模式应该讲两方面 第一个 我们第一讲的时候说过 肌肉它属于 容易短缩的肌肉 还是容易出现薄弱 每一个肌肉它有它自己的损伤特点 这是一个要遵循这个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局部 比如骨盆这个地方 比如肩胛带这个地方 它分别有上交叉和下交叉综合症 它会遵循这种典型的 肌力失衡模式 好 那么我们就分别说一下 这个上下交叉综合症 这是杨达 国外的一个非常牛的康复大师 杨达提出来的 如果这种失衡发生在骨盆这个位置 叫做下交叉综合症 下交叉综合症 它有的肌力失衡 都有哪一个呢 一个是区宽肌紧张 比如前下肌紧张 那么对应的臀大肌 薄弱 还有树脊肌会紧张 前方的腹肌 尤其是腹直肌会薄弱 这个会导致骨盆前经 腰肌前突增加 甚至会带长的导致上方的胸躯向后增加 这是下交叉综合症 那下肌肉综合症 它的关键失衡在哪 在紧张的节目 在紧张的节目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先处理紧张的节目 那么还有 如果这种失衡发生在肩带 就是肩部这个位置 会导致上交叉综合症 上肌肉综合症 哪些肌肉紧 哪些肌肉薄弱 紧张的肌肉有胸大比胸小 那还有斜方肌的上部 肩甲提及 薄弱的肌肉有颈身 颈身 去肌 比如头肠肌颈肠肌 薄弱的肌肉还有斜方肌下部 还有前肌 当然了这个地方紧张的肌肉 有时候还会加上枕下肌群 比如头 这个 这个枕下肌群 有 这个 头 头后大指肌 头后小指肌 头上指肌 头下指肌 这些肌肉的紧张 所以这是人体在发生肌力失衡的时候 常常会遵循这种典型的模式 一个是上交叉 一个是下交叉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失衡模式 其他的失衡模式 那这个 他的遵循的原则 两方面 一个是肌肉本身 他容易薄弱 容易紧张 再一个是 在股痕 在肩带这个位置 容易出现这种典型的失衡模式 这是比较经典 最典型的失衡模式 整体上大家都知道 也比较熟悉 那么有些 肌肉的失衡在局部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代偿 就是这个薄弱 有些肌肉会来代偿 我们应该也知道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就举三个例子 因为人体有很多 我们举三个例子 囤中肌物力 囤大肌物力 这个 筋骨前肌物力 人体局部会有哪些代偿 因为这三个肌肉前面我们讲过 都是容易出现薄弱的 所以我们讲这三个肌肉的物力 首先第一个 囤中肌 囤中肌它在囤大肌的湿面 但是没有完全覆盖 它主要覆盖后半部分 前面的它没有覆盖处 其余卡肌的外侧 往下辅助的鼓鼓大砖 功能是外展 外展宽观肌 外展宽观肌 前部机箱位收缩还可以内旋 那么如果这个下肢固定 下肢固定 它可以稳定两侧的骨盆 那在具体来讲 比如这一侧右下肢站立 它可以防止骨盆向对侧倾斜 假设这个人这一侧囤中肌无力 骨盆会向对侧倾斜 比如这个 右侧囤中肌无力 站立的时候 骨盆会向左侧倾斜 这一个患者就出现了囤中肌的无力 那么如果出现囤中肌无力 有什么样的异常固态 我们来看一下 囤中肌如果无力的话 有一个异常固态 假设这个人有右侧囤中肌 损伤导致无力 本身囤中肌也容易受到抑制 薄弱 囤小肌 囤上神经 这是做过神经 这是右侧囤中肌无力的一个患者 囤中肌有外展的作用 如果无力 这时候外展 能力下降 右侧囤中肌无力 外展 外展不能 正常人在走路的时候 维持股盆的稳定 如果右侧囤中肌无力 在走路的时候 股盆会向一侧倾斜 右侧囤中肌无力 股盆向左侧倾斜 右侧囤中肌无力 股盆向左侧倾斜 当这侧沉重的手 我们来看一下正常 右侧囤中肌无力 那么这也是右侧囤中肌无力 是带长的 就是上身会往右侧倾斜 来带长 这时候股盆可能会正位 这是两侧囤中肌无力 左右摇摆 好 那么当囤中肌无力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帮手来帮他 有 而且这个帮手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就是扩金贸张 当囤中肌无力的时候 首先没有出现囤中肌无力 这种异常的不态 首先出现的是这个肌肉的带长 上方 否则在卡前 上脊往下 卡经术再往下是进骨的外侧盆 它收缩也可以稳定两侧的骨盆 当然收缩也可以使膝关节小腿骨外翻 往外侧 外翻 如果囤中肌无力的时候 它带长高张力 这时候会导致这个患者会出现什么 膝关节外侧的疼度 所以比如一些小快递歌 出现了膝关节外侧的疼度 很多时候就是囤中肌无力 扩金膜张肌带长而导致 当然也会出现大腿外侧的紧张 为什么 扩金膜张肌紧张 卡经术紧张 好 那么如果出现 宽外斩肌 就是臀中肌的 这个无力 常常还扮有内收肌的 短缩 内收肌的短缩 我们来看 一侧肌短缩 骨盆会倾斜 双腿的负重 是不对称的 那么两侧的底下关节压力也不一样 你看这是正常人 这是正常人 那么如果这侧臀中肌无力的时候 左侧臀中肌无力 这侧的内收肌会紧张 因为它俩是交互一致 它紧张 它就薄弱 它薄弱 它就紧张 那所以你看 外斩肌薄弱 它这个地方紧张 那么骨盆倾斜 底下关节 这个地方压力也不一样 压力也不一样 那么再有 如果对侧 你看 这对侧的外斩肌短缩 外斩肌的内收肌 内收肌肯定是相对来说放松 外斩肌短缩 下肢会功能性延长 功能性延长 那么内收肌紧张的时候 内收肌 外斩肌无力 内收肌紧张 这时候下肢会功能性的缩短 功能性的缩短 这是内收肌和外斩肌 它们之间的关系 再有囤大肌 囤大肌呈四边形 起自于底骨 尾骨 底甲 底节节正在的背面 肌数往外往下 附着点有两个 一个是 这个骨骨后方的囤积组容 还有一个是和卡金属相连 那囤大肌的作用 如果骨盆固定 可以伸宽 还有 这个外旋 框框也 如果下肢固定 可以使骨盆向后倾斜 这是囤大肌的作用 那么囤大肌的节抗肌 有谁 有前方的这个曲框肌 最重要的曲框肌 卡腰肌 这腰大肌 卡腰肌 加起来就是卡腰肌 还有骨质肌 附着在卡前下肌上 在这 卡前下肌上 没有显示出来 这是囤大肌的节抗肌 那么囤大肌的协同肌 有谁 有半腱肌 半膜肌 骨二头肌 其实还有腰方肌 包括大手肌的后部 这都属于囤大肌的协同 它的功能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对于宽 对于骨盆的作用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对于膝关节 因为囤大肌 上部肌 通过卡筋束 和膝关节外侧 颈骨的外侧颗 相连 所以可以稳定膝关节的外侧 可以协助膝关节外侧 腹人带来稳定膝关节 在运动中 卡外的这三个肌肉 是怎么发挥最后的 比如这一侧肢体 从摆动向到支撑向 首先足根着地 足根着地以后 这个时候是趋宽状态 那么人体要往前走 要达到身宽 那谁来发挥最后 所以是囤大肌 足根着地的时候 囤大肌要收缩 接着支撑向到中期的时候 囤中肌收缩来稳定部分 接着再往前走 蹬地面的时候 这时候的张力会传递到 扩筋膜张肌这个位置 所以这就是运动中 囤大囤中和扩筋膜张肌 它们的张力 的传递过程 如果囤大肌出现问题 很容易导致膝关节 这个地方的病例 那膝关节 可以出现内侧疼痛 和外侧疼痛 可能都和囤大肌有关系 它的原因是什么 假设这个人出现了 膝关节内侧的疼痛 膝关节内侧疼痛 那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原因是囤大肌太弱 太弱 卡颈树这个地方薄弱 卡颈树薄弱 卡颈树本身可以使 小腿骨颈骨外翻 那么它弱的话 就是会出现内反 内反结果是 膝关节内侧的间隙会变小 膝关节内侧间隙变小的结果 就是这个地方的半夜版 软组织压力增加 那么结果这个地方的疼痛 会出现膝关节内侧疼痛 当然很多人外侧也会出现疼痛 因为为什么 外侧被动延长而出现疼痛 内侧是间隙变窄而出现疼痛 这时候囤大肌入来 我们可以主动训练一下囤大肌 那如果囤大肌太紧张 囤大肌紧张卡颈树拉力增加 拉力增加 那么可以使小腿骨外翻 那么外翻 膝关节外侧的间隙变窄 这时候导致这个地方的软组织 比如半夜版 软骨出现磨损 而出现膝关节的外侧疼痛 当然外侧疼痛 同时很多人也会出现内侧疼 因为内侧受到牵拉这些软组织 也会出现疼 那但是疼的机制是不一样 内侧是由于延长 而外侧是间隙变窄 那么什么时候囤大肌会出现过于紧张 比如经常锻炼的人 训练的人 但是训练以后没有经过囤大肌的松击 很容易导致囤大肌的紧张 因为囤大肌是一个容易出现薄弱的肌肉 很少出现紧张 也会出现紧张 那就是训练以后不进行松击 同时囤大肌如果薄弱 很多时候也会出现跟腱病 原因是什么 在我们走路的时候 往前推进的动力有哪两个 一个是囤大肌的升宽作用 再一个是小腿三头肌收缩 直驱蹬地这样一个动作 那如果囤大肌薄弱 人体会代偿 谁来代偿 小腿三头肌登地的力量会增加 来代偿囤大肌的薄弱 这时候小腿三头肌负荷增加 而导致这个人可能反复出现根肩炎 再有囤大肌如果薄弱 还会出现对侧的肩头 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肌进膜链 比如囤大肌和对侧的背后肌 通过旋软进膜连到一起 它可以维持这次的低甲关节的稳住 这个稳定低甲关节 防止这个低甲关节的稳住 如果囤大肌薄弱 囤大肌薄弱 这条功能线背后肌会代偿来稳定这个地方 那背后肌往上辅着在弓骨上 它紧张的话会导致弓骨内旋 而导致肩部力量的失衡出现肩头 那所以这个肩头的患者 我们要松解囤大肌激活 松解背后肌激活囤大肌 那甚至这个患者还有低甲关节的问题 要调整低甲关节 那么再有囤大肌和腰背肌的关系 囤大肌如果薄弱的话 在行走过程中 竖鸡肌会代偿 竖鸡肌会代偿 那么结果是 同侧的竖鸡肌可能会肥大 一检查两侧的竖鸡肌高低不一样 一色高 那么提示这次的囤大肌薄弱 可能有这个数鸡肌的代偿 当然了囤大肌薄弱 刚开始的时候是锅绳肌来代偿 也就是骨儿头肌半剑肌半膜肌 它有肾宽肌 它来代偿 它来代偿 那么代偿的结果就是 这个人的锅绳肌非常紧 有些人过程度非常紧 那原因可能和囤大肌薄弱 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囤大肌如果薄弱 有什么样的步态特点 正常的步态 如果囤大肌薄弱 囤大肌有外旋框过去的作用 如果薄弱 这个时候患者会出现什么 足内内旋 往内 然后上半身会会后仰 肩后至 后至 身宽不足会往后走 那么结果竖肌肌 复合增加 好 那么囤大肌薄弱 囤大肌常常有曲宽肌的短缩 因为这是交互移植 囤大肌薄弱 它的原因可能就是曲宽肌短缩的造成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下交叉综合征 骨盆前倾 腰椎前途增加 前途增加 那么同时会有轻度的曲膝 怀关节背身 那如果是单侧的曲宽肌短缩 那么同侧的这个囤大肌薄弱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骨盆向同侧倾斜 腰椎向同侧侧弯 向层的侧弯 那么人体在走路的时候也会出现木马铺弹 实际上木马铺弱 比如这一侧的曲宽肌紧 囤大肌薄弱 尤其是曲宽颈站主导的时候 这一侧下肢承重的时候 曲宽肌紧张 这个人会有前倾鞠躬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左下肢承重的时候又站立起来 所以往前往后 往前往后 像一个木马铺弹 这个时候就是一侧曲关肌紧 注意一侧曲关肌紧 常常伴有臀大肌的不力 最后一个 我们讲一下 颈骨前肌如果薄弱 会出现什么样的代差 颈骨前肌 在颈骨的前方往下 在第一植骨底浮沙 它收缩可以背身怀关节 同时含有始祖内翻 始祖内翻 它的神经支配是肥身神经 这块肌肉是容易出现薄弱的肌肉 好 那么它的协同肌有谁啊 有脂肠身经 最重要作用是身指 还有母肠身经 身不止 那么同时 它在怀关节的前方 有微弱的背身怀关节的作用 就是和颈骨前肌的作用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怀关节背身经 当颈骨前肌薄弱的时候 因为颈骨前肌本身是容易出现薄弱的 这两块肌肉 尤其是脂肠身经会带长 脂肠身经带长的结果是 它伸脂的同时 辅助一点背身怀关节 那么伸脂会导致这个脂摩擦到 这个鞋的那边面 导致的结果就是 这个地方形成酱 所以一个患者脱下鞋 脱下袜子的看到这个老酱的话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原因是颈骨前肌弱 只长身体来带长 那么如果颈骨前肌弱 或者是它所支配这个肌肉的神经麻痹 而导致这个患者怀关节背身 背身无力 那么这个首先走路的时候 容易说半倒 脚尖出了地半倒 比如有些人平时没有问题 一带劳累或者是在宾馆里面走地毯的时候容易半倒 那么可能和颈骨前肌弱有关系 那么同时人体也有一些带长 比如背驱 你看没有背驱了 这个时候人体会 趋宽趋膝来进行带长 趋宽 趋宽机紧张 趋膝 趋膝机紧张 那么结果就是颈骨前肌弱 趋宽机和趋膝来带长 那么这个患者会出现趋宽趋膝附和增加 而导致腰痛 或者是趋膝机的解长 那再有在这个踏地的时候 由于背驱不足 这时候足根着地不足 或者足根又没办法着地 先是脚掌着地 接着足根着地 会出现双生踏地阴 这是颈骨前肌弱以后 人体的带长 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带长 和这个人的习惯有关 和损伤的程度有关 所以每一个人的不态 即使损伤的因素差不多 但是他的不态带长可能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 颈骨前肌弱的病人 他的走路姿势 颈骨前肌弱 你看 足下垂 但是他会甩一下脚 颈骨前肌 若 躯宽躯膝会带长 怎么躯宽躯膝带长 看 是不是超过这个线了 左侧的躯宽 你看 右侧的是正常的 在这条线上 左侧的躯膝躯宽 高处这条线 所以左侧的颈骨前肌 若而出现了躯宽躯膝 这种带长 这就是人体的一些激励失衡的模式 包括上脚掌总统症 下脚掌总统症 以及一些局部的一些带长 所以有一些肌肉紧张了 不是他紧张了 可能是整个肌肉失衡 而导致某些带长 所出现的这种异常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进行静态的评估 和步态的评估 走两步 然后再看一下 静态的一些姿势异常的问题 来对这个肌肉失衡进行判断 来对这个肌肉失衡进行判断 对这个肌肉失衡进行判断